三百變拼裝車 我們這邊是第一展區 第一展區裡面介紹三個代表性的黑爪家族 我們都把他叫做農村科學家 因為他把舊的零件、新的零件組合 可以用的動力機械車 這些都是組合的,所以不能掛牌照 不能掛牌照的話就不能走公路 他只適合在產業道路上面 樓會用、工會用 不過說真的,這種車子目前 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在民國65年 1976年的時候 因為當時台灣正在十大建設 在新竹東山高速公路 這種車子我們的行政院長蔣經國 就發徵召令把它調出來 然後把它編號 讓他們參加代運土石的這種工作 到了1982年的時候 民國71年工作完成了 又有一個派令下來說 這些拼裝車就回歸主流 回去做他們的農業 所以他們牌照又被取消了 因為蘭宇是蔣經國行政院長 區也是我們蔣經國行政院長 所以我們朋友都把它叫做 蔣經國牌的牌照 我們在第三展區裡面有一個 7558號的牌照 就是當時的蔣經國牌 目前我們這個拼裝車都是朝著 改變成綠能的動力 就是用電的這種動力 我們都把它叫做環保車 如果這種車子的未來發展成功的話 我們在這個馬路上所看到的 這些拼裝車都不會再排放黑煙 不會變成污解車 它就能夠愛我們地球 然後跟我們農博的核心目標是一致的 我們農博的核心目標就是 友善我們土地 有序我們的經濟 當我們的土地受到愛護 我們就可能用得更久 所以我們都瞭解到 目前我們農博都希望能夠不要再用農藥 不要再用化學回量 讓我們土地能夠用得更久一點 我們土地能夠用久一點 我們的地球就能夠用久一點 讓我們的幸福家園就能夠住久一點 我們的幸福才能夠長長久久 謝謝各位的參觀 謝謝你們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們